做了商机 所以说我感觉在商会里面 人会变得更加聪明 因为你生活在这个大动荡年代 生意大动荡年代 谁在危机危机 有危险才有机会 危险越大 机会越大 这是成正比的 所以说如果大家 比如说很多次 如果你没有在商会群里面 打个比方 你想做件事情 回去父亲跟你一说 不要做这个东西 钱不好赚 那个跟你说 算了 风险太大 就放去了 如果在商会里面 听到说 就不是这样的了 这个项目好 来我们一起做 这个就成了 我讲的 挣了很多机会 就是在自己 沿面前走过的 所以说我在 这几十年 在国内的商会里面 就感觉到 加拿大和这边的 差异就在一起 加拿大这边商会 确实要大家要抱团取来 大家要团结 然后大家 共上大计 是不是 因为你这边 没有来源 没有经济来源 是不是 当然以后慢慢 应该我感觉 聪明的 中国人 一定会在 加拿大商会这一块 走出一条新路子来 对不对 所以说我呢 就是说多了 就说的时间太长了 算了 以后有机会 慢慢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也是在此地 作为